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座 大家好 上节课呢 咱们结束了一些项目开发 之前需要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 那这一开始呢 咱们来进入项目的一个 开发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课程讲解 那首先呢 咱们这节课 最主要就是讲解一下 软件的开发流程 那软件的开发流程呢 不光是对一些 刚刚从事成员职业的 这些新手成员 也包括一些规模比较小的软件公司 对这些呢 都是比较迷茫的 因为刚常成员 他没有开发过项目 所以呢 他不太熟悉开发的流程 那通过一些书籍呢 去看呢 他也会感觉 这个抽象性太强 有些概念性东西呢 不太了解 没接触过东西呢 就觉得这个东西和自己理解的也不太一样 而软件公司呢 一些规模大的公司 做一些大项目 肯定会走一些规范化的东西 或者涉及到一些国企的项目 事业单位的一些项目的话 那这些东西呢 更需要规范 因为规范化的文档 这是 比如说 你卖给一个国旗软件 比如说你说十万一百万 他光看到这块光盘 他觉得不值这个价钱 但是你给他打印出 比如说几十本的文档来 他觉得 这个的确是值这个价格 所以有一些的单位呢 要求这个文档的规范化 有的时候比软件 这种可行性的 有可能还要重要 那一些小的一些公司呢 他只是为了能快速的得到 这个最终的软件产品 而中间的一些设计开发流程的环节 有很多步骤呢 都是省略的 比如说 没有规范的一些开发的模板 没有规范的一些思路 没有规范的分组 没有规范的管理 这都是一些存在现状的问题 所以呢 就很难让一些从事几年的成员 或者刚入行的成员 学到这些规范化的开发东西 因为步骤都是简化的东西 那我们这里呢 大家可以参考 咱们继续说PRP的第二版的第27章 那这里边呢 我专门用一节课 给大家写出了这个软件的开发流程 主要是针对互联网产品的一些开发流程 包括外包项目的一些设计 和公司定义产品销售的一些设计 因为只要是软件 不管是产品也好 还是外包的项目也好 基本的流程的都是相似的 可以根据你公司的情况呢 你才去不断的一些调优 然后形成自己公司一种文化 一种认可的一个规范化的东西 其实这个过程的规范化呢 只是一些模式 或者是一个有路可循的一个规范 那公司有的时候简化呢 是因为有一些实践上的原因 也有一些是技术达不到的一些原因 也有一些人力上的东西呢 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呢 软件开发的流程呢 也就是软件设计的思路和方法的一般过程 其中呢 比如说包括设计软件的功能 和实现的算法和方法 还有软件的总体结构的设计 包括像数据库的设计 程序设计 还有模块的设计 以及编程和调试 等等等等吧 这些东西 那提高软件开发能力呢 有很多捷径可以走 那只有这种规范化的之路 也就是制定适合于本企业软件过程的这个规范 那并按照此规范执行 的公司呢 咱说这样很少 那咱们这个C2PP第二期呢 咱们讲的这种软件开发流程 那就对软件开发的 整体过程的 比如说目的啊 要求啊 人员呢 和职责啊 还有工作内容 以及输出啊 评审等呢 进行了一些规范的一个介绍 当然了 也不是那么规范系的 如果要是很细的话 有可能说 咱们这个几十页文档 不一定能实现 有可能说 得几百页 才能把这个所有的细节都说清楚 但是呢 通过大家讲解 大家了解一个思路 这样的话 能减少大家一个工作中的一个迷茫 当然了 咱们这规定的主要是约束呢 是对外部结构的应用软件的一个开发 那设计的开发呢 也只是咱们的开发部 或者是产品部 所一个狭义范围内的一个外部结构程序 应用的一个程序规范 当然了 比如说你要嵌上的事啊 或者其他软件呢 那也相似 但是有也有不同的地方 那看下这个图 这是软件开发过程的 划分的一个流程图 那对于咱们本章主要讲解的一个规定呢 那一个完整的开发过程呢 比如说按照软件过程的改进方法和规范 通常呢 都把一个软件的产品 划分为六个阶段 比如说产品概念阶段 那什么是产品概念阶段呢 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什么概念车 概念房 对吧 还没有投入生产 只是目标想 设想的那样 就是概念的一个阶段 然后咱们通常的概念阶段的标记为 一般都是PH0 那然后呢 产品的一个 定义阶段 咱们标志为PH1 那像什么项目规划呀 什么就定义这个产品 要开始实施了 然后呢 这个是产品的一个 到开发的阶段 这话 产品的一个开发阶段 标志为PH2 然后还有是产品的测试 阶段标志为PH3 然后呢测试完了 到客户那了 就客户验收 以及验收之后 使用之后后期的一个维护 分别用PH0 PH1 2345 这样从零到五六个阶段 分别标志为PH1到 PH5 是这样的 一个六个阶段 那通过这图表上 除了这六个阶段 那么我们通常的软件项目的过程 通常分为三大类 分别是项目管理的过程 项目管理的过程 是这部分 然后呢 这是 这是重向的 刚才那个产品阶段是横向的 项目管理的过程 那分为三大类 一是项目管理的过程 还有项目研发过程和机构的 一个项目研发过程和机构的一个支持过程 这么三个过程 其实这三类呢 咱们还是可以细分为 这里边加起来 一共是19个主要过程的一个区域 那分别在这个产品的PH0到PH5的这个各个阶段 比如说 那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呢 咱们又包括六个过程域 那分别为 比如说立项管理 立项管理 还有这话 项目规划 这话项目规划 还有是项目监控 风险管理和需求管理 最后到节线管理 你需要这六个阶段需要管理这么几个部分 比如立项的一个整体 算是一个过程管理 项目规划一个过程 整个监视 风险管理 还有需求管理 这要算一个过程 最后项目一个结项的一个管理控制 是这样 而项目研发的过程呢 其实又分为八个过程 那分别就是 这就是咱们重点开发部需要做的一些东西了 那其他有可能项目经理啊 或者是公司市场部啊 公司的高层需要去走的一些东西 像这个项目管理的过程 而项目研发的过程 通常都是开发部 程序员需要做的一些过程 比如说分别是需求开发 然后呢 需求开发完了之后 就是什么 技术预言 然后呢 系统设计 实现测试 然后呢 系统测试 然后再是 这个beta版的这个测试 然后呢 客户的验收 等等等等 分的几部分 如果到测试 验试不行 再回过来 再找需求 再继续再走这一步 来一个循环 这类似这种 迭代开发的一种方式 而最后呢 机构的一些知识过程 就是公司内部 或者什么知识过程 分为什么 配置管理 质量管理 外包 与采购的管理 还有一些 到测试之后 培训的管理 和最后的服务 与维护 这是机构支撑的一个 五个过程域吧 五个过程域 那建议这些东西呢 这是盖年东西呢 是遵循的一个规范 但是呢 建议用户 或者是企业 你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 比如说发展战略啊 研发实力啊 等等等等 那适当的修改这个过程 或者使用 并不一定废止参考 这只是一个模式参考 那如果按照规范化的走 那就更好 如果不按照规范走呢 那也是一个参考 那比如说按照这个 软件流程的开发规范呢 那一个项目呢 比如说从色化到完成呢 是由咱们众多的一个过程规范 还有什么文档模板组成的 这里边不光是代码 咱们模板或者是文档 这也是项目的一部分 那在对过程规范需要的文档呢 咱们通常一个项目呢 需要这么多文档 当然了 你做一个产品的话 有可能需要几百个文档 这都是很多的 但是呢 有可能说你现在 如果就作为一个成员的话 其他文档 有可能说 不需要你去编写 或者说不需要你去关心 那因为一个项目 不是说一个人的事 是很多一个团队的事 一个团队有可能 还有各个部门 对吧 所以呢 不同的领域会产生不同的文档 但大致呢 可参考的文档呢 一个比如说做一个产品的话 那需要标准化的文档 大概呢 有咱们这个表格所列出的这么几部分 那这里边呢 主要是就用于指导呢 一些咱们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呀 持续的改进这个软质的一个过程能力 那在项目经理的领导的一个团队的开发要组呢 那在各种过程开发的基础上 比如说接受这种迭代开发或者敏捷开发过程的思想 要不拘泥于传统的一个开发过程 建立公司的快服开发过程 那需要 比如说需要根据你的不同情况而进行一些改变 那就是随需求而变化 那及时呢 满足一些客户或者是用户的一些需求的一些变更 这话 那像下边我这里边也写出来了 那比如说咱们呢 由于这个文档比较多 有些文档呢 就一两页 有的文档呢 是几百页 这都是或者上千页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对于咱们成员开发来说 咱们在虚传PGP里边 只提供了三种 针对成员最相关的 三个文档的一个模板的格子参考 因为呢 项目的设计过程 对于成员掌握是一个很有必要的 能让你从全局去掌握一些问题 而也可以让你的一些细节 或者是详细的需求实体化 那这三个文档呢 主要是提供了项目需求说明书 然后呢 数据库设计说明书 和 还有程序设计说明书 这个 那因为这三个文档和我们项目的设计呢 是直接关联的 也是项目开发过程中 最主要的一个文档 那其他的文档呢 需要 就是需要咱们自行去整理一下 当然了 你到网上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文档模板 比如说 客户验收报告 你可以找一个模板 然后按照他的方式去编写 比如说你是客户的话 你验收完之后 那你怎么写报告 那么你就可以按照这种方式 去找一个模板 然后按照自己的远的要求 今天就行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分这么几过程 需求开发 系统设计 系统 测试 实现预测试 然后系统测试 BID测试 客户验收 技术评审 等等吧 这么几部分 那么我看一下 从软件最开始 我们就概念设计之后 那概念阶段之后 那最主要的就是什么 软件需求开发 这个 那需求开发是最主要的 我们看需求开发的整个这个流程 整个这个流程 因为呢 需求分析说明书呢 这形成的需要 最主要是需要 那比如说市场的调研 因为你要做产品的话 你肯定得先做市场调研 那技术和市场要结合 才能体现它的最大价值 其实在这个阶段呢 需要有三样东西 你要出来 最主要的 比如说 用户的视图 也就是用户那个界面 的原型图之类的 那就用户的视图 还有比如说像数字字件 和用户操作手册 有很多人说 用户操作手册 这不是得软件做完之后 才去写手册呢吗 其实在需求的时候 有了需求的功能 你要把手册写出来 你就知道用户怎么操作了 能更深入的去了解需求 所以呢 像用户操作手册呢 我都建议怎么的 是在需求的时候 需求说明书出来的时候 就要把其中 就包括用户操作手册 那用户视图呢 指的什么呢 就是刚才那时候见面 那数据字典指的什么呢 数据字典有很多类型 包括咱们后边 数据库设计的时候 那种包括表的字段呢 值啊什么东西 但前期呢 需求还没出来的时候 那你这表结构都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数据字典呢 就是在跟用户洽谈的时候 形成那种数据卡片 比如说用户就说了 我要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存到数据库 那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你不能说理解成 我就有什么什么表 那要具体的再详细的整理 去规划 才能把这些东西完成的 那比如说我这里边 我把原来做项目的 一个数据存储的 比如说一个数据字典的卡片 来过来 你看 就是 比如说缺货记录存储 那他有的减速啊 他有的组成都 这个缺货记录 想存储缺货的记录 我需要都有哪些哪些组成 对吧 然后输入流 参考什么什么编号的一个文件 对吧 然后输出什么 然后相关的处理又怎么怎么样 然后组成什么样 用户会给你提供类似于这样的卡片 这样的卡片 然后根据这个卡片呢 咱们会到数据库设计的时候 会整理成 会整理成实体 然后找出关系模式 然后设计出表 因为前期用户 他只能存 说我什么什么东西要存 只能提供这些 这就是咱们说的 你在写需求的时候 这个阶段 需求研发阶段 需要最后出来的三个东西 像那 比如说 用户视图 那就是软 这个软件 用户 包括中等用户和管理用户 能够看到的一个页面的样式 那这里边就包括很多操作方面的流程和条件了 那刚才说了 那数据字典呢 就是指那数据的一些逻辑关系 并加以整理的东西 完成了数据字典 数据库的设计呢 如果你数据字典出来了 其实后期的数据库设计就出了一半了 那用户操作手册呢 就是指明了一个操作流程的一个说明书 那这里当说了 要注意 用户的操作流程和用户视图 是需要在需求中决定的 因此呢 应该在软件设计之前完成 那完成这些呢 就是为了程序研发提供了约束和一些损生 那当然了 很遗憾的是 很多大的公司呢 都不是这样做的 因果颠倒 顺序不分 开发工作和实际需求 往往呢 因此产生一些隔阂 而产生一些脱解的现象 其实需求分析呢 除了咱们说的以上的工作 什么用户视图啊 数据字典的用户的手册 之外呢 比如说 那更主要的 就是作为项目设计者 应当完整的做出项目的性能 需求说明书 因为往往呢 性能需求呢 只有懂技术的人 才可以理解 那这就需要呢 技术专家和需求方 这个需求方呢 指的是客户 或者公司的市场部门 那能够真正的沟通和了解 什么东西 所以最终咱们这个输出的呢 需要那个需求 说明书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 咱们拿那条详细说一下 那我要想做需求分析 最终形成需求说明书 我们需要这么几个环节 你做需求分析的时候 你需要联解一些技术协议啊 实地调研的一些结果啊 然后呢 用户的一些要求啊 这些东西拿到手之后 根据这些东西 你才能够去做分析 形成需求分析 在分析的时候呢 你会把它一个分析的过程 记录下来用日志 包括记录一些你分析的内容啊 那项目的信息啊 一些工作的内容啊 负责人的一些意见呢 等等等等 那做分析的时候 除了记录这些东西 你依据的就是什么 需求分析编写的一些规范 就把这些东西输入这些东西 形成这种规范 然后做完之后要评审 评审呢 最主要是有两拨人负责 一个就是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 或者是用户的意见 那我们原来在开发的时候 最主要是这个需求的评审的 分两拨人 一个是技术大牛 一个是什么 业务牛人 那技术人员负责什么呢 负责看你的需求里边 有没有哪些技术 是我实现不了的 哪些技术是很容易实现的 对吧 那有没有技术说 本公司实现不了 外包出去能不能实现的 等等等等 要给出一个技术分析 那他签字确认之后 决定说 这个你做完没问题 技术上是都可以完成的 所以这技术牛人呢 那一定要是一个经验丰富的 一个开发过多个项目的 一个专家 那业务需求呢 业务人员呢 就是用户的一些意见呢 他要评审的时候 看通过需求里边了解 说你的需求设计的时候 根据用手册之类的 还有这个试图 咱们叫他原型图 还有数据字典之类的 和最终的需求说明书 看一下 能不能是我工作中用到的 是不是简单易用 界面好的一个东西 如果评审有不合格的地方 然后再输入一些用户业界呢 和技术牛人的意见 然后再修改 修改完之后 再评审 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那最终合格了之后 我们才有一个完整的需求说明书 那就是工作流程就是这样的 那市场部呢 签订软件开发合同以后 向开发部呢 移交呢 相关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 合同书啊 技术协议等等 那开发部呢 组织人员 根据相关的资料 进行一些需求分析 并且呢 要求用户呢 进行技术交流 充分获取用户对软件 开发的边界 等具体问题的一个确认 那当这个需求分析 制定完成以后 那进行个部门的评审合格 才能得到实施 那这个负责的部门呢 就是开发部 那其他的相关的部门呢 就市场部 因为提供需求得负责 然后领导的这块的监控 得控制的管理 然后和客户 你就最终的用户 那相关的资料 就是软件合同啊 签署的软件合同啊 寄宿的一些协议啊 还有需求分析书啊 用户确认单呢 评审记录和这些工作的日志 等等等等 这是需要的相关资料 那相关的规范呢 总体的设计呢 那就要 尊重设计的编制规范呢 还有详细设计的一些规范 等等等等 参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范 这里都 公司呢都会有 那我看一下 这个详细的说明 如果是公司开发的产品软件 比如说你公司做一个产品 因为任何东西都可以产品 只要做个软件销售 都可以救的产品 对吧 那由公司领导 根据市场的需求 技术的趋势及员工 经过销售和用户的建议 提出新产品的一些概念 及方式性的一个意见 那形成新产品的概念书 那委托 并委托专人负责策划 和前提的工作 从而启动后续的一些工作 受委托的呢 随后呢 会组织有关人员 对产品的市场前景啊 顾客需求啊 技术性啊 对手状况等等进行调研 就同行业的都有谁在做 调研 然后形成调研的报告 那需求调研的主要呢 收集方式 有下边这几个 比如说 你在跟客户 假如说你做外包项目 跟他谈项目的时候 或者是 公司的市场部提出来 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因为有些用户是不懂技术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就得去引导 那么引导的时候 就得去面谈 对吧 那第一个就是 与用户一些交谈 向用户提出一些问题 然后呢 参观用户的一些工作流程 观察用户的一些操作 然后这些都要记录下来 那向用户呢 群发一些调查的问卷 然后呢 与同行专家交谈 请与他们的意见 分析已存在的一些同类的产品 提取出需求 然后呢 从行业标准的规则中呢 提取需求 或者是 比如说你也做个商城 你就可以到互联网上参考一些 那些比较成熟的商城吗 那也是提取需求的一个 一个部分吗 对吧 那就是从网上搜一些相关的资料 这些是交给受委托人的 或者你可以是一个部门 也可以是一个人 那他通过这些 去做完调查之后 那完成了调查之后 经过公司领导和部门的批准 那就组织开发部 对电影进行一些分析 研讨 确定产品的一些设计方案 形成需求说明书和项目建议书 那下面进行书呢 应该阐述产品的背景啊 对吧 然后什么是产品的背景 就是这产品 为什么要做这产品之类 对不对 都谁提出来了 怎么做对吧 然后呢市场的一些前景 你得有市场意识 不然的话 做完的一个软件 没有市场 没有人员在用 那你这软件也就是失败的 做的质量再好 就是失败的 没人用吗 然后产品的一些定位 特点的卖点呢 以及功能和性能特点的 基本要求在那 可行性 还有一些风险的一些评估 说这个东西将来不实用 卖不出去怎么办 这都是一些 风险的一些评估 需要做的 当然不一定 每公司做都这么好 只是理论性上的东西 都是这样做的 那需求分析的目的 就是对各种需求信息 进行分析 消除错误 那刻画一些细节东西 进一步确定 准确无误 没有二乍性的一些需求 一般的写需求数据 说明书呢 都由开发部来主持 那邀请市场部 测试组等 相关人员参加 非议员呢 根据评审的意见 完善这个需求数 那并对客户提出的需求开发 还需要与对重用户呢 一起的一个评审 原则上通过双方的确认之后 客户需要由客户呢 负责人做出书面的一个承诺 那使之具有商业的一个合同 一个效率 项目呢 一般建议 这个项目建议书呢 都是经过公司领导批准后 既可以进入立项成绩 并且这个 如果领导不同意的话 你就开始做的话 那你不会得到很多支持的 所以一定要领导同意之后 那这样的话 你再到各部门办事 那都会有公司的一些支持 已经确定了 别私下来去做 所以这话一定要得到授权 那立项呢 应详细的定义产品的一些功能和性能 这是在立项里边要说 功能是什么 它有什么性能 那确定项目的正式负责人 谁来负责 谁做项目经理 对吧 和其他负责人 以及完成项目任务的时间 和占用的一些资源 都需要哪些配合 什么资源 大概的一个时间周期 说明实现大体的一个方案和要求 那确定的各个过程呢 是否需要一些合并和省略的一些输出的文件等等 当这个立项通过评审 并且获得一个总公众师 就是有话语权的那些人 在批准之后 那项目负责人呢 应该组织项目组的人员 制定开始计划了 编写计划书和计划表 那评审的通过后 那就可以进入后续的一个过程 关于计划的制定做法呢 咱们就可以参考一些公司里边 一般都有工作计划 一个管理的一个规定 这每公司的一个工作计划 管理规定呢 打通小异 然后当需求分析 这些都做完了 在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也就是上面能说的 在这块项目规划这个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咱们需要交拿出来的东西 那也就是输出 拿出来东西是什么呢 比如说新产品的概念书 一些市场人员的调研报告 还有需求说明书 项目建议书 那计划书和计划表等等等等 这里边 当然了这里边还需要有 像咱们说的用户视图 数据字典和用户操作手册 这一栋呢 也是应该在这个阶段就出来了 那需求阶段做完之后 那该输入的东西都有了 这是一个段落 然后下一部分呢 当然就是一个系统设计的一个过程 那咱看一下 这里边我也提供了一个 给你提供了一个设计一个流程 这部分 那其实系统设计呢 主要就是分为数据库设计和程序的一些概念设计 还有详细设计 当然咱们现在一般做网站的时候 都把概念设计和响应设计呢 结合成一体了 很少现在有分开的了 当然这两个呢 一般的正规软件都是去分开的 那概念设计呢 就是将系统的功能模块初步的一些划分 并结合合理的一些研发流程和资源的一些要求 作为快速圆形设计的一个方法 那完成概念设计呢 就进入了可以进入什么编码阶段了 那通常呢 采用的这种方法都是因为设计的研发任务 属于一个新的领域 那技术人呢 技术主管人员 那技术 也就是完成这个 就是因为技术主管人员 一上来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明确的出来那个详细设计说明书 但是呢 并不是说详细设计说明书不重要 实际上呢 比如说 快速的原型法呢 在完成原型代码后 那根据评测的一些结果和一些经验教育的总结 还要重新进行那个详细设计的步骤的 那详细设计呢 就是考验技术专家设计思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卡 那详细设计说明书呢 应当把具体的模块 以最干净的方式 也就是什么 比如说黑箱结构提供给这个编码者 使得呢 系统呢 整体的模块化达到最大 那一份好的详细设计说明书呢 可以使编码的复杂性减到最低 实际上 严格的讲 详细设计说明书 应当是把每个函数的每个函数 然后以及每个函数的每个参数的定义 都兢兢兮兮兮的提供出来 那从需求分析到概念设计的完成的详细设计呢 那从这个需求分析到概念设计 到完成这个详细设计说明书 那一个软件项目就应该说是完成一半了 那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大型软件系统也就完成一半的 也就是到一个完成一半的时候了 其实呢 还没有开始一行代码的工作 咱们就算是完成一半了 其实你详细设计如果出来的话 因为那些把 那些把这个做软件的程序员 简单理解为写代码的 从根上就犯了一个错误 那成员不管写代码的 还是写文档的 或者说还有设计 软件工程是包括一个设计过程吧 那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呢就是 这个图就是需求分析 经过评审以后 那需要由开发组 就是开发部组织人员进行一些系统设计 那当这个系统设计整体这个 那完成以后呢 开发部呢 要组织相关的专业的部门呢 也要进行评审 最后呢 让用户确认 那系统设计呢 和系统的详细设计呢 均属于一些 评审的一个范围 那像这些设计的这个部门呢 那就主要是开发部了 因为他需要设计到技术 那相关的部门 当然是市场 然后还有主管和 最终的用户 这都要涉及到 那相关的一些资料呢 就需要比如说 需求说明书啊 系统总体设计的一些规范呢 还有系统详细设计的规范呢 包括用户数据字典呢 用户确认单呢 数据流的定义啊 还有编码规范呢 以及日志啊 等等等等 都需要这些 那我们看一下 最主要的系统设计 需求已经确定了 根据系统 需求去确认 那确认呢 做系统设计的时候 也要参考一些 系统设计的一些编码规范 就是一些模板的 一些流程化的东西 一些参考资料吧 或者是参考以前项目的一些 编写的一些格式经验 都可以 那在系统设计的时候 也要进行一些过程化的控制 比如说 做记录一些工作日志 这个日志中记录内容 记录包括内容 就是你设计的内容是哪些 然后呢 一些项目的信息 工作的内容 那负责人的意见等等 在设计的时候起到什么作用 然后系统设计 设计的一部分 中间的部分呢 就得什么 比如说设计成第一个版本 那就需要评审 评审的当然也是 相关部门的一些领导啊 还有一些用户的事情 评审 评审如果不合格的话 用户比如说提出一些意见 或者是领导提出意见 不合格的话 再重新回到系统设计 再重新评审 那如果合格的话 就来了一个 出了一个系统设计 一个设计方案 那设计方案可以的话 也经过评审 不同再修改 那最终会形成详细设计的 一个方案 出来 这刚才说的一个工作流程 那大家看一下 系统设计说明书的一些 详细的一个过程 都有哪些啊 那设计过程呢 是指 根据比如项目的建议书啊 需求书等内容 就是需求节奏输出的那些内容 拿过来之后 参考那些 第一部分需求输出那些内容 然后 设计软件的一个系统结构 比如说用户界面 数据库 功能模块 并编写 使用说明书的一些 初稿等等 从而呢 在需求与代码之间呢 就这个 这些系统设计 设计完了 就是在需求和代码之间 建立了一个桥梁 直接拿需求 有的公司 直接拿需求 直接写代码 有的看着原型图 就直接写代码 这其实是不规范的 但是呢 对一些成员来说 看着需求 直接写代码是能出来的 会节省中间的一个设计关键 但是对于一些大型复杂的软件 没有谁能够 在不沉浸文档的情况下 就了解每个细节 通常都会忽略的 所以还是大家 把这个桥梁一定要建好 那这个桥梁呢 这个需求 设计的需求文档 那会指导开发人员的工作 那开发处 能够让用户满用的一些产品 如果你想当然的去做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 很多的一些问题 所以最好按流程规范的去做 软件系统设计的好坏 可以用可靠性 这个软件是否可靠啊 是否可维护啊 结构是否稳定啊 是否可以扩展呢 从用性高不高啊 执行率差不差啊 等等因素来评估的 这个软件的好坏 不是说一个地方就能评估 确定好坏的 要通过这几部分来确定 从原则上来说 那软件的系统设计呢 包括像数据库设计呢 和软件的一个系统设计呢 都是设计的一个范围 需要同步编写 比如说根据模块 这个模块 我程序设计该怎么设计 这个模块数据库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以一般都是同步设计的 并不是说啊 我程序设计全写完了 那些数据库的 或者数据库全写完了 我才能写程序设计 不是那样的 如果按DX开发那种思想的话 就是以模块为单位 这个模块的需求设计 数据库设计 然后编码等等等等 是这样的一个要求 都喜欢你再编码 不然的话设计都没设计完 最后有可能设计不下去了 或者设计就失败了 那你随着设计的写代码 那个不是同步的 你如果编设计 编写代码的话 最后项目都没设计完 没设计下去的话 你代码也写一部分了 这耽误时间对吧 原材上系统数据库设计 需要考虑的 需要同步编写文档 轻易不要简化 那界面的设计呢 当然需求的时候 一般的用户提需求的时候 界面设计大概就能出来 但是你可以拿到这部分做 只需要呢 大多数用户 开发人员理解 并认同界面即可 因为界面只是一个 用户操作的一个界面 简单易用为好 如果大概能看懂就可以 因为这一顿后期都可以调的 或者是做多套模板 都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不要太于纠结 刚开始设计 别太纠结于界面 而很多刚入行的成员 都认为说界面好了 才是软件质量好 不是这样的 那只是一个体现内容的一个模板 另外呢 学习人认为说 软件界面我写出 就是软件写出来了 那只是整个软件的一小部分 那功能模块呢 主要是确定每个模块的主要的接口 数据结构与算法 能够清楚的指导模块编写即可 那根据模块去 怎么写文档 能指导别人编写出这个模块 那可不必花大量时间设计的一些模块的细节 如果开发压力较大时 可以在编程工作结束后 安排人去编写 这样的模块的细节都可以 那这块可以先前期开发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简化 那写的一个需求说明书 需要我前期 用 需求在里边的一些输出 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 比如说需求说明书 项目建议书软件开发过程中的标准与规范 还有软件硬件的一些开发环境 还有人员于职责 这块呢也是设计之阶段的时候需要安排的 那项目组组长呢 因根据开发人员的实际能力 合理的分配设计的一些任务 包括系统设计啊 用户界面设计啊 数据库设计啊 模块设计啊 编写 使用说明书的一个初稿等等 就分工 不是说这些活就是项目组长写 或者项目经理写 不是那样的 而是整个开发组人员把它分下去 每个人负责一部分 或者是以模块为单位去负责 这样的话 能让这个工作效率更高 然后呢 定期研讨啊 策划等等等等 那开发人员呢 你都要详细阅读项目建议书 需求书都要明确这个 不然的话 你要不理解需求书 因为需求是什么 是整个项目开发的生命线 它不明确 当然咱们中间还有一个评审 是通过的 如果你对他不理解的话 你需求不理解 你设计的就可以有一个什么方向 就有可能不对 所以这种需求书是一个生命线 所以开发人员要详细的去读这个需求说明书 然后才能明确自己的设计任务 并准备一些相关的设计工具和一些资料 还有一些设计的时候一些约束 那开发人员呢 从这两个项目建议书啊 和需求说明书中提取一些约束的一些条件 比如说本系统应当遵循的标准和规范是什么 软件和硬件环境 包括运行环境和开发环境的约束 都是什么样的 我在什么样环境运行 开发什么环境 比如说要约束一些开发人员 使用的设计工具统一 编码的时候使用的编码工具统一 字符级统一 对吧 等等等等 环境用的统一 版本远着用的都是统一 上线的环境又是什么样 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约束 然后呢 调用的之间的接口 比如说因为程序开发分好多个 比如专门写model的 专门写流程的 那之间的接口和协议的一些约束 那界面上的一些约束 怎么简单一用 还有纸张约束 比如可靠性 维护性 结构稳定性 等等等等 这些呢 也会有约束 然后确定设计的时候 开发人员根据产品需求 以产品的发展战略 确定设计 你就要根据产品的功能性 非功能性的需求 确定某些设计的一些模式 然后说明为了方便本系统 在将来的扩展功能 现在有什么措施 就为将来考虑一下 系统当前的 就重用的功能都哪些 就是复用什么 以及将来会如何被复用 那说明呢 当两个标准 两个标准同时被优化时 如何折衷 对吧 因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需要你参考两个标准的时候 来设计同样东西的时候 要折中 要都考虑 比如说在写项目的时候 既考虑用户的 比如在写框架的时候 既考虑用户的简易性 又要考虑效率 那有的时候就得折中 你要是让用户操作过于简单 那有可能系统运算就会越多 那效率就会下降 所以你要选择一个折中 所以呢 例如时间性与空间性之间的一个折中 复杂性与实际用的一个折中 然后结构上的设计 比如说 咱可以将一个系统分解成若干个子系统 确定每个子系统功能 以及子系统之间的一个关系 绘制系统的一些总体的一些结构图 模块化的设计 将子系统的分解为若干个模块 那确定每个模块的功能 以及模块之间的一些相关关系 然后绘制子系统的结构图 然后确定系统开发测试所需要的软件环境 那最后呢 是撰写文档 把这个 过程呢 主要是将设计过程中确定的约束 确定的设计 系统结构设计 这几个阶段设计的内容 编写成这个最终的系统设计说明书 前面都是独立的很多个文档 然后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 系统的一个设计说明书 那如果界面的设计呢 咱们就可以界面设计人员的详细读 比如根据用户的需求 了解用户的需求 与用户交流 了解用户的工作习惯 和他们对界面的看法 那同时呢 应多收集用户的意见 及时改进 然后最后形成用户界面 数据库设计呢 那也是参考的一个设计书 还有系统设计啊 明确数据设计的任务 数据库设计的一个任务 然后数据库设计人员呢 准备相关的设计文档和资料 数据库设计人员呢 确定本软件的数据库的一个规则 例如数据库里边命名啊 比如杜绝一切拼音和英文的简写之类的 功能模块的 拆成模块设计呢 就是功能核音是接口的设计 也就是和数据结构和算法的设计 那模块设计的人员呢 需要详细读这两个说明书 明确模块的任务 然后需要准备相关的资料 这都一样了 需要按软件的编写规范 然后呢 确定模块设计文档的风格 与代码的风格呢 要保持一致 那上面都设计完了之后 最后咱们要拿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系统设计说明书 用户界面原型图 然后呢 原型图有专门的软件去做 就是用那种软件做完的功能 和你将来上线项目的功能是一致的 只不过是用户只能简单的操作而已 但是就足以跟用户说明你这个软件 将来是什么样的了 然后经济数据库设计说明书 功能模块设计说明书 然后使用说明的一些初稿等等 那最后呢 要经过评审 比如说项目组负责人员可以邀请的 公司领导啊 市场部的 或者是最终用户啊 测试组等相关人员 对系统进行技术的一个评审 那这个评审小组呢 考察系统设计的综合一个能力 最后由总公司确定 是否可接触软件的实施过程 并给出一些评审意见 那到这个阶段都评审通过了 才算是完成这个设计的这部分 当然理论跟实际有可能有的不太一样 你可以根据公司的人力物力财力之类的 然后去族情的去解化 或者是某部分加强来完成这个东西 那上面呢 咱们说的是 系统的一些设计 这几课呢 因为那时间关系 咱们就这几课先叫到这里 其剩余的部分呢 咱们下几课再给大家介绍 好 谢谢大家 先有如香问 就说我在学PHP 春连雲爺角处处学PHP 我在天院做 以命 在天院学 西匠PHP 中里寻她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PHP 哇 啊